平常人山人海的白晶探工 我就来这边人体人没什么意思 但是因为现在都没有游客只有本地人 所以呢我这两天就造访了两次 好像驾走咖狼断 这种感觉其实是蛮好的 平常的站岗卫兵穿的是红色上衣黑熊皮帽 我知道他们冬天会穿灰色长大衣 但是穿像这样的站岗卫兵的制服倒是很少见 这种感觉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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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eem Park里面是不可以骑脚踏车的 如果围绑的话有可能会被罚60磅 现在是英国的9月 有时候英国9月比8月还要暖和 穿着短袖坐在公园里面其实是很凉爽的 以前我非常不喜欢秋天 因为感觉上冬天就快到了 现在我学着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这个是圣经传道书三章一节所讲的 它整篇传道书第三章里面就讲到 灾众有时 伐出也有时 生有时 死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在现在这个很困难的时间 尤其这个疫情在英国一直上上下下 坦白讲死亡人数确实是非常低 如果说没有去查的话 会以为说还是几百几千 但是确诊人数的确是比七八月时候来得高 那现在也开学了 所以大学生啊 或是小学生都回到学校去了 那所以政府也是非常的担心 就是要我们保持距离 很多人其实就是长期在这么多月以来一直担心 这种是无形的压力 英国的冬天确实也比较湿冷 然后呢 天色很快就暗了 但是 就把握每一天吧 与其去想冬天在秋天后面 何不享受美丽的秋天呢 我现在走在这边 这一大片草原 非常干净 这里是Green Park 然后我前面呢 就是白金汉宫 我们需要智慧 晓得天下的万事和万物 包括人生和大自然 都有特定的时间和规律 现在自己可以做什么 该专注什么 求主赐我们智慧 安排每件事情的优先顺序 并且懂得适时做出最好的选择 同样是黑色 还好你不是蝙蝠 这些躺椅是一个公司专门负责租借的 坐上去管理员会马上来收费 这个是丽津酒店 是非常有名吃下午茶的地方 也是英国铁娘子 采借了夫人最后终老的地方 我是Joyce 祝你喜乐 我们下次见 保重 请不吝点赞